同时接下来全球现场最新的焦点 我们时间交给韩语 大家早上来球场时间 首先先关注 根据路透最新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预计在13号将会在华盛顿见面 这将是岸田文雄上任以来 首度在白宫出席美日会谈 预计两国将会针对在国际上 日益强大的中国来进行讨论 不过主要依旧是聚焦在北韩一再的试射飞弹 那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日前表示过 新的一年将会倍增核弹的持有量 另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邦 他们现在也是忧心不已 根据日媒上周报道 美日两国政府正在协调 两国元首的领袖会谈 会上岸田将会向拜登说明 日本修订新的安保战略三文件 国防经费的提高 包括了以16亿美元来购买美国的战斧飞弹 战斧寻意飞弹 不过白宫日前并没有 目前是并没有公布会谈的计划 日本的驻华府的大使馆 也是拒绝证实会谈的日期 不过面对北韩日益升高的核武威胁 美国白宫今天也针对了美韩计划 对北韩动用核武来采取的行动 做出表态 白宫发言人尚皮也表示 两国将会计划 一旦北韩动用核武 双方将会有效的协同应对行动 南韩的总统尹席月和美国总统拜登 两个人已经交付他们的团队一项任务 为各种的情况拟定应对的计划 包括了北韩动用核武 随着在这之前呢 南韩总统尹席月他在2号 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 正和美方商讨有关核武计划军演 不过当时刚结束新年假期 回到白宫的美国总统拜登 他却否认 简单的回答没有 对此南韩总统办公室回应 这是因为记者提问的时候 是针对拥有核武国家之间的用语 而南韩并不是拥有核武的国家 因此在技术上来说呢 是不可以参加演习的 在用词上面的矛盾 才让拜登呢 当时是不得不否认 而美国方面 白宫确实也在今天澄清 双方针对了北韩动用核武 该如何应对做出相关的讨论 而在印太另一块 很重要的南韩行为准则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 是昨天出访北京 为期三天的访问呢 重头戏将会聚焦在今天 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 小马克是他在行前 也召开了记者会 强调希望和习近平会谈 讨论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 外界也预计 两个人将会讨论南海 以及如何来管控分歧 小马克是这一次访问北京 创下了三个第一 首先是他2023年中方接待的 首位外国的元首 代表着大陆外交上面的 重新启动 也是小马克是在任内 首次访中 更是首次正式的访问 东协以外的国家 除了展现了中非友好的关系 小马克是访中 也被外界视为 将是释放对中友好的讯号 不过重头戏 依旧是聚焦在南海议题 小马克是在先前就已经表示过 海上的问题并非是中非关系的全部 但是应该要避免误判 还有沟通上的不顺畅 那么新台年开始 北京现在除了外交的启动 受到了国际瞩目 在国内的疫情问题 因为从清零大转弯到松绑 宣布在1月8号起始开放国门 也让不少的国家是纷纷对 来自大陆的旅客寄出限制 多国的卫生健康专家还表示 大陆现在流行的新冠病毒 已经在世界各地传播 所以没有必要要针对中国 来采取特别的入境限制 对此北京政府表示 已经和世卫组织进行了交流 同意要继续开展合作 呼吁各国的防疫应该要科学 不要沦为政治的操作 不应该要有歧视性的做法 针对疫情的新变化和抗疫 面临的新形势 中国主管部门依法及时公开透明 发布了相关信息 并通过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 分享了中国近期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 病毒基因数据 日前中方主管部门同世卫组织 专门举行了视频会议 双方就当前疫情形势 医疗救治 疫苗接种等技术议题进行了交流 并同意继续开展技术交流 助力全球早日终结疫情 我们注意到 近期多国卫生健康专家表示 中国目前流行的新冠毒株 之前已经在其他世界各地传播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新的毒株 所以没有必要针对中国采取 特别入境限制 中方始终认为各国的防疫措施 应当科学适度 不应借机搞政治操弄 不应有歧视性做法 不应影响正常的人员交往和交流合作 另外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尼 他也在同一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针对了各国对大陆旅客 寄出的限制表态 毛尼表示中方试图 对这些试图操弄疫情防控措施 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 是坚决的反对 来听毛尼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的 最新说法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 共同努力战胜疫情 同时也认为 部分国家采取 仅针对中国的入境限制措施 缺乏科学依据 一些过度做法 更让人不能接受 我们对试图操弄疫情防控措施 以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 表示坚决反对 将针对不同情况 本着对等原则 采取相应措施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